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7年 德国物理学家一泉在北京开了一家死飞车店 而北京也正是中国死飞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这家店深深地影响了94年出生的小伙王海波 他喜欢这种激情的感受 有一个想法在他脑中萌生 他想参加比赛 王海波发现死飞竞技在中国竟然没有一个好的比赛 于是他不断关注国际赛事 发现大部分好的比赛都在国外 2014年左右 他决定打工攒钱去国外取经 从国外回来的王海波学到了不少的办赛经验和技巧 同时他也在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实力并不差 但是却没有来源于中国的比赛呢 2016年 还在读大学的他 开始尝试举办赛事 并尽力隐藏自己的学生身份 但还是被赞助商发现了 一个老板就跟我说 就是 当我知道你是大学生之后 我可能都不会出来见你 就是类似于这种情况 刚刚创业就遭遇意外的他 开始对赛事进行思考 他还发现 国际赛事存在种种问题 例如 赛事单一 没有创新 于是他想方设法学习赛车游戏中的优点 提高了比赛的观赏性和趣味性 就在2010年 死飞成为年轻人的弄潮儿之际 质量参差不齐 又缺少监管的死飞 发生多起安全事件 大家往往先看到酷炫的车 而没有注意到背后所传达的死飞文化 使得这一新兴文化一度走向沉寂 与此同时 他认识了成都姑娘梁静 两人一拍集合 创办了飓风 志同道合的两人 不单是非常好的伙伴 更成为了相爱的夫妻 夫妻俩决定携手让中国的死飞 反哺世界 甚至引领全球 2017年 在朋友的推荐下 飓风在死飞文化发源地纽约 办起了第一届固齿自行车巡回赛 其独特的办赛方式 让死飞元老们称赞不已 我很注重这个比赛的观众体验 因为在我看来 我们飓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 就是我们关注的点 不仅仅是选择 还有就是观众 我们希望就是观众能够完全地 融入在我们的比赛里 就是中来 比赛结束后 飓风获得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受到拉丁美洲的国家 哥伦比亚的邀请 飓风来到了哥伦比亚首都波格大 来自南美的218名选手 参加了比赛 并受到了哥伦比亚体育总局局长的热情接待 除了飓风团队所带来的全新赛事理念外 同时更是有非常多的外国人 想来中国了解这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 你好山都 你好江都 你好江都 同时 飓风团队将提供给冠军 往返中国参加总决赛的机票 让其他国家的车手来到中国 领略中国文化 哥伦比亚车手的故事 更是深深地打动了王海波 两个人非常的刻苦 因为其中有一个人 他们家里并不富裕 可以说是很穷 他平时就是会自己去打工挣钱 因为他们不是职业的选手 他连教练也请不起 他甚至连自己的设备 自己的头盔 自己的车都买不起 但是在我看来 他有一股非常强大的 一种憧憬在里面 就是很像我当时 就是在几年前 就是想自己出来做事的这种感觉 因为其实我最开始 我只是想当一个车手 但是我后来遇到他之后 我发现他跟我以前 就是特别的相像 而且就是他的这股精神 是被我感动了 今天我带我们哥伦比亚的车手 来到成都这个车店 然后给他们一个惊喜 哈喽 我来带哥伦比亚的车手们 来装车了 找我 这股意义 这股意义 但我觉得他们 在他们国家就是 可能真的是没有这么好的自行车 首先是这样 因为这个整个自行车 我给它打造是全碳自行车 就包括你看到的 基本上大部分的零件 首先车架是全碳 然后车把 然后把力是全碳 然后包括轮足也是全碳 其实他们两个小孩 在他们国家的时候 可能不是很富裕 所以他们骑的自行车 也是不是那么好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实力 是完全可以 也排得上更好的自行车 所以我就给他们 从中国定制了两台 就是咱们国产的 全碳的自行车给他们使用 我的名字是Sevastian Sanchez 我做成为Hurriken Criterium 我太高兴了 我的新车 谢谢Hurriken 这支援 我真的会让我最好的 在这一场车 谢谢 谢谢 然后这个车现在就差不多放好了 然后我们就期待他们比赛表现吧 谢谢 谢谢 你欢迎来 你欢迎来 三年来 飓风吹过美国纽约 法国巴黎 哥伦比亚波哥大 而它的终点 则留在了成都 除了梁静市成都本地人外 成都比起北上广 对于外国人更神秘 大熊猫又让他们更亲切 即将建成的世界最长的天府绿道 为自行车运动提供了硬件基础 悠久的人文历史和巴蜀文化 更是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 哥伦比亚国家体育部高级顾问 塞巴斯蒂安 塔斯特罗 作为部长特使 来到中国进行交流 他对飓风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我认为 《Hurrican Criterium》 是一个很棒的运动 其实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 两个副主持人 在我的职场 在我的职场 里面的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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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Colombia 2019年10月 2019飓风国际自行车绕圈赛 全球总决赛 在成都大学开赛 比赛首日 就吸引了来自哥伦比亚 法国 意大利 新西兰 韩国 瑞士 澳大利亚等国家的 顶尖选手参赛 他们 将与中国顶尖选手 同台竞争 共同角逐 世界冠军的奖杯 希望 巨空在未来的话 会发展成为世界 知名的大型比赛 本次赛事 添加了许多成都元素 彰显了世界赛事的 弘城风范 成都 也将成为一张亮丽的中国名片 地下世界 王海波和他的妻子梁静 也将在成都迎接更多来自全世界的车手